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又到了科學會錄的時間了 首先問陳漁博士 我們接下來會打這個核戰的機會有多高? 你說如果三年前問我和現在問我的答案都會很不同 我會覺得在今時今日你看到 突然間這一兩年世界上那種戰爭 是沒有緩解的趨勢之餘 就是越來越發得越多 由去年二月初你想都想不到 俄烏戰爭一直持續到今時今日 戰火未適 但是已經在其他地方 就是再點新的戰火 雖然還沒有去到用核武的階段 但是你也看到很多的跡象就是 比如說對於核能在那個武器裡面的應用 就似乎是越來越多 比如我們在說我們可不可以 就算不用核彈來炸人 但是我們那些火箭 甚至乎飛彈那些推進裝置 去發明一個核推進的裝置 你見俄羅斯在搞這件事 而且它最近普京也聲稱自己成功試射這件事 就是說一些就算不是主要用核來摧毀人 但是一些會帶有核輻射的東西 進入武器的領域裡 我們看到就由一個新的角度來進入 所以這件事由一個新的科技帶來 有些東西就踩界了 舊有的一些協定 舊有的一些博弈上的考慮 在今時今日似乎就去備受挑戰 在現在這一刻來說 我們看到就一點都不樂觀了 未來我們會看到就算你的條約有效 但是可能有一些新的科技出現的時候 使舊的條約不能夠約束這些帶核能的東西 用在這個武器那裡 於是我覺得我們面對核戰的危機 就是可以說是自冷戰以後來講最高點了已經去到 是啊 這個是最高的 就是在1950年打後 差不多到現在整百年了 我想從來沒有試過人類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和核戰的這麼大的威脅 我們現在想說就是一個核條約 但是美國之前有一個新聞 可能你也要評論一下就是 俄羅斯的國會先前就通過了廢除那個核武的擴散的條約 是啊 是的 其實這節之所以回憶這件事 多多少都是受到俄羅斯最近這個決定去影響 那這個新聞它自己這麼說的 它說是一個俄羅斯的國會 它說俄羅斯聯邦委員會 你可以說他們的人大 就是通過撤銷批准這個全面禁止核事條約 全面禁止核事條約就有個英文的名字 就是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簡稱就是CTBT 台長在畫面也有展示出來的 那麼俄羅斯國會的一個動作就是 他們就說撤銷去批准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什麼意思呢 大家聽到這個條約本身 一般來說怎麼去做 其實很多國家就有簽譜 但是就沒有說正正式式 由它的國家的國會去通過成為法案 就是大家都可能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這些國際的條約 不是說幾個領袖出來簽就算了 因為你那個應屆政府的領袖出來簽 那個人簽 你怎樣成為在這個國家裏面 一個成民的法律呢 是另一種過程來的 你那個外交人員 那個政府領導的班底是決定了簽 然後就要拿回到自己的國家裏面去推動 將它成為一個全民的共識 於是這個就不是純粹是一個領袖和領袖之間的協定 而是真是一個國和國之間的協定 那麼這個全面禁止核事條約呢 在一段時間可以說 尤其是在冷戰時期都 即近年我們都認為是一個比較 叫做令人安心和成功的條約 因為很多主要的大國就算它 它沒有完全去簽 或者它簽了 就算它沒有去成為 它國家裏面的一個成民的法律都好 那麼它基本上都是遵守這個條約的 真是不做核事的 唯獨是某些國家大家都想到的了 北韓這些國家 它沒有簽 也都更加不會想到 就是它的國家成為一個成民的法律 來去禁止這個核事 那麼它們就繼續做 是吧 甚至乎有些國家好像伊朗 它也都會做 但是你說一些主要的國家 比如你說中、美、俄 甚至乎鷹、法這些 它是有能力去發展核武的國家 也都做過核事的國家 它都會答應不去做 那差了它投入的程度有多少呢 比如好像英國、法國這些 它都會成為一個國家的法律 但是你說如果去到美國和中國 它也都是沒有去 它有去簽 但是就沒有成為國家的法律 這樣 而蘇聯也是的 它是有去簽這個條約 但是沒有去成為國家的法律 但是現在俄羅斯聯邦委員會那裡 它做了一種動作就是 它不是說退出去不簽 就是它繼續是成為簽署國 但是就由它國會那裡宣佈這件事 不再是成為我們國家的一個法律的標準了 所以這件事就是說 當然不是一件好事了 但是它的姿態上它是傾向怎樣呢 它會不會為了以後 為了自己重新再核事而鋪路呢 這樣就不可知了 那就是一個不好的趨勢 但是它就是 現在俄羅斯就是說 它就以你美國自己都沒有在自己的國會裡過這個條約 為理由 就是說我都不做這件事了 那個意思就是這樣 嗯 但是作為一條條約 那究竟大家遵不遵守呢 其實都是看過政治的形勢 這個不是一個說 我們簽了我們必定要進去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出現了一個新的博弈的過程 跟我們在冷靜的時候是不同的 那這個姿態可以被傳釋就是 咦 我作出一個警告了 如果那個瓦蘭的戰士是升級的話 不排除我們將來都會使用這個核武 是不是 那當然了 美國也說它相應那個防範的措施 但是我們可以講講 這個核子的 這個所謂的全面的核測試的 都不知道這個條約呢 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事來的 這個整個條約是你要數回去 1996年是聯合國大會通過 跟著也是1996年的年尾開放簽署 那俄羅斯它有份是簽署啦 也都是甚至乎在2000年的時候 就直接在它那個國會的層面上 批准了這個條約 就成為了它國家的法律一部份 所以你可以說俄羅斯在這方面都是投入 就是叫做 至少在這方面來說 都算是做 就是叫做 就是 起碼不想攬炒先這樣 好 但是我們看看 其他就算沒有核彈的國家都簽署的 最新的3月24號就是讚給去年 阿努亞圖都有份 其他我們不說 就是說這個就不是說你有沒有能力去做核彈 或者你有沒有能力去做這個核測試 就算你沒有 都邀請你進去參與這個條約 就是人類的一個共識 那整個問題就是 因為最近我們看了這個Oppenheimer這個電影 就是裡面講到一班科學家 我們發明了核原子彈之後 有一部份人就覺得 這種狀況未必合乎這個人類的福祉 其實在科學家的角度 特別是物理學家的角度 怎麼看現在這種的核威懾的狀況呢 這樣講 你看回二戰之後 那個核的競賽是馬上去出現的 而且在講的是短短可以在幾年之間 就是整個地球做了三四百次的核事 我想在這裡大家都有一個 就真的不見棺材不流眼淚的教訓 一開始就是大家搶著去開發 也都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可以給一個足夠勁的震懾力 來令到自己可以告訴別人 我可以核心於強國的震煉 所以你看一路由美蘇去鬥做 而且做得越來越大 核市越來越多 到有些其他的國家都可以做得到 先後就有英國、法國 到六十年代就到中國大陸 都有能力做得到 大大小小做到那些核市 你去到五、六十年代已經在講過千次核市 由地底的、海底的、地面的 甚至乎去到太空的 也都有一些很麻煩的結果出來的 就試過影響到日本的漁業 所以這件事是令到整個國際上 就為了想壓止這件事再抗散 就直接去促使了在國際層面上面 去推行這個 第一核不擴散 第二就簡直就是停止這些核的測試 而且都看到是一個 都叫做在一代人之中 就已經建立到這件事 當時的共識就是說 你這樣鬥下去不是辦法 你整個那個污染啊 那個危機是已經越來越大 現在可能就是說 我雖然就是說大家 你還沒去打這場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是我們亂試的時候 已經污染到大家 已經是令到這個世界每天提早來臨 那種危機意識是很大的 在這個客觀環境之下 那你就發覺就是 就促使到在20世紀的很多的科學家 是走在一起 是呼籲 逐步推行這個全面禁止核事條約 那其實這個條約還沒出之前 已經出了叫做部分 去禁止這個核事條約 一個叫PTBT的條約 就已經首先出來了 就是講的已經是黑魯曉夫的時代 已經是蘇聯時代比較 就是冷戰時期的蘇聯 已經是簽署了這個條約的了 那大家都想像到 在那個的 就是經歷了這些古巴導彈危機之後 其實大家都很受到那種核的震懾力所震懾著 大家都不希望這件事成為一個攬炒的遊戲 於是反而反過來 大家就會更加殘留了這個和平的途徑 停核事 不要再擴散 跟著邁向了目標 就是全面禁止核事 那剛才台長也展示過一個人的樣子出來 就說其實就是 什麼人去幫忙去推動這些核筆擴散和停止核事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例子就是 就是由這一位研究這個生物化學 研究維他命 這位這樣的人兄Linus Pauling 他就除了拿這個諾貝爾化學獎之外 也都拿了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就是有份去推動這些禁核的這些措施 那這位朋友就相當著名的 我想其中一些讀的化學的朋友 就視他為偶像 那他就參與過很多的反戰的活動 其中一樣的就是他 1995年的時候有一個組織 叫Pugwash的組織 就是拿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這個就是反對這個核武的 那他也都有份去推動這個運動的 但是他自己也都很早拿了那個和平獎 就是1962年了 在這個之後 跟著那個部分核擴散的條約就簽署了 是蘇聯美國和英國就在1963年的時候用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可能有一定的影響力在那裡 就是參與那個原子彈的開發 那其實整件事不是政治家開發的 就是不是政治家我們 就是 就是有沒有可能到有一天就是我們全部物理學家 我們全部不參與這件事 那就沒有核彈了 那你覺得這個可能性有多高呢 嗯 我想這個要很天真地假設 就是大家要很信任大家 大家都不會偷偷地做研究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就很令人覺得矛盾的 就是說 是 沒研究就不會有更加慘的核武 但是也就是說 你不研究不代表別人不研究 那於是往往就是說 你去進一步研究這些這樣的武器 就成為了一個去探索這件事 有幾大震懾力的一個很重要的資料來源 如果我們連這些這樣的武器的震懾力 都搞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在那個的博弈上面 能不能夠去透過增大自己的震懾力 來獲取自己更多的談判籌碼 和令到最後達到一個恐怖平衡呢 這件事我們就沒有更加有效的知識去預計 這個可能性是多少 所以你看到就是說 繼續去研究核武是有的 就算那些國家不進行核試是繼續有的 這裡又提了一件事 同一時間美國也都有他們 關於他們核武的最新改革的一個公佈 他們就說想將現在現存的B61-7 這些傳統常規的核彈 就將它再改裝 他就說不會增加新的 但是將舊的拆下來再把它弄得更厲害 於是做了B61-13這些會新的核彈 現在那個計劃書就提出來了 差在美國國會是否肯接受呢 那你會發覺那種關於武器的研究 有沒有辦法在不增加那個使用量之下 增加你的震懾力這件事呢 你會發覺繼續在這裏 它也都不需要再去做核試 因為有舊的數據有舊的資料 你就知道舊東西是爆不爆 爆成點爆不爆到 那你會是知道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都是一種自我約束的行為 就是你要靠一些大國強國去自我約束 來不要搞那麼多的核武這樣 但是現在你看它的趨勢 都是似乎 我就絕對沒有任何樂觀的可能性了 總會有一天你會發覺 有其中一些的流氓國家是走出了這條界線 就不守這個規矩 它搞了核武出來 甚至它做了核試出來 然後不停地做了一些 令到它 令企圖令到自己的那個談判價碼可以更加大 甚至扩散出去 那你不需要多的 有一兩個這樣的壞分子不守規矩 你真的大家就已經 整個條約就可以瓦解了 那現在就是會不會有其它的新的變化 可以阻止這個趨勢發生呢 那暫時還沒看到 但是這個希望 雖然我們這次的主題是用科學回憶錄 來講這個CTPT 但是我很希望這個CTPT 真的不要變成完全是一個人類的回憶 是啊 但是在60年代爭論的一個問題 兩派的物理學家 很明顯是物理學家 比如Oppenheimer這個就是 我們大家一齊不要做 蘇聯那邊討論它 他們都知道大鑊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一齊攬炒 就是全人都很混亂 但是有人不敢想法 其中一個代表就是 Von Neumann Evertler 我們做一些厲害的給他 那他就爬底 就算他不爬底 他做那麼厲害呢 大家保證是攬炒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這個恐怖平衡 是達至於這個冷戰的期間 從來沒發生過大型 從來沒發生過核戰 那現在我們看回這個東西 這種想法 MAD 是不是現在是適用呢 因為譬如你說其他 北韓當然不會理你了 其他巴基斯坦有啊 當然不會 也不必要理你了 那這幫人 你不可以跟他用那種道德的訓練 說我們大家都是好人 我們大家都是什麼 我又不想對壞你 你又不想對壞我 不如我們大家一起放下槍 那他們不會這麼想的 那不如我做一些厲害的槍 我指著你 你動了我就射你 那是不是這種思維方式 是適合現在這個世界的狀態呢 其實這樣的 我們只不過繼續了那種叫做 那種博弈原理那種思維而已 就是以往你Evertele那幫人 和蘇聯那邊薩克羅夫那幫人 是不約而同想了同一件事的最後 就是要整個東西夠厲害夠MAD 就真的要夠瘋 現在只不過就是說 過往我們認為夠瘋了 今天好像不夠瘋了 那現在似乎就是了 就是說你要怎樣加強你的震懾力 你那件事可能就是 重則不重量 你可以是更加精準 出來的破壞力更大 就算你躲在更加地底的地方 我照樣可以抓到你 可以很準確地打到你 那才能夠提供到足夠的阻嚇力 就是那個震懾力 不只是來自那個核的輻射本身 就是來自你的打擊能力 精準 是的 是的 所以可以說 這個這樣的理念是沒有變過的 只不過就是以往我們認為 已經有足夠震懾力的東西 現在只不過不再通用 所以令到我們看到 有很可能的局面有改變的 但是你問呢 我覺得都走不出的就是 最後大家都是走向一種 更加震懾力高的武器 來維持這種恐怖平衡 但是究竟那件事是什麼呢 而那件事有沒有可能達到呢 如果達不到的話 那就是說沒有任何 就是流氓國家恐怖分子 都可以找到途徑去不受武器制約的時候 我們就變得更加難去達至這個和平了 但是整個事件事的癥結是 門檻越來越低 製造成本是越來越低 這個在60年左右是完全高製的 是的 好了 我們今天的課程 完全完成所有的結束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